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我们打开我们的软件 Photoshop 将我们的案例拖拽到 Photoshop 里面去 我们把画布先给它放大一点 Ctrl 加 C 调出画布大小 然后我们把这个高度给它变高一点 把它变成200 让它向下延伸下去 确定 然后我们可以用选拘工具 把这个背景颜色都把它改为黑色 Ctrl 加 C 向下拖转 把它变成黑色 确定 然后我们现在来K A 绘制这样五个图标 第一个图标是一个信封 应该是一个邮件 那么肯定是一个云甲矩形 对吧 云甲的大小应该比较小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把它改为 比如说应该在三个像素到四个像素左右 我们用三像素 大概对个大小 差不多 把它移动下来 颜色呢 改一下 双击缩列图 七个红色 然后这块区域 是个三角形 对吧 三角形呢 然后跟两边呢 这个角上正好做一个对齐 我们用多边形工具 上面这个边数把它改为三边 按住 shift 键 可以绘制这样一个形状 然后呢 Ctrl 加 T 给它做一个45度的翻转 90度的翻转 可以给它压扁一点 好 把它对过来 好 这大小应该差不多了 给它吸个颜色 双击缩列图 吸一个橙色 好 现在这个圆甲矩形和这个三角形 对吧 应该还没有完全的居中 我们可以把两个级选中 用移动工具 这边给它做一个集中 然后呢 三角形应该在这个圆甲矩形的里面 对吧 我们需要给它做一个剪切蒙版 按住out的键 在这个两个图层的中间点击一下 好 那么下面这个三角形就已经画完了 然后上面这个三角形的方法一样 那么下面呢 有一层这个半透明的黑色 上面呢 有一层稍微小一点的这样一个灰色 我们先画一个 也是一样按住系统的键 跟着压力稍微旋转一下 这个时候要往下旋转 对吧 给它放大一点 然后把它压扁一点 拖拽过来 好 大小应该差不多了 好 给它们做一个呢 对齐 把它一样剪切蒙版 剪切进去 它的颜色呢 我们先给它改为黑色吧 好 然后呢 待会儿再降不透明度 这个可以再稍微缩放一点 好 我再来一来 好 然后呢 再复制一个 按住out键 把它剪切蒙版进去 然后呢 我们可以还是一样 Ctrl 我们先把上面这个不透明度降低一点 这样看得稍微清楚一点 然后上面这个呢 颜色改一下 洗一个灰色 上面加T 把这个角往上稍微走走 好 可以了 是吧 这个呢 往下走走 好 行了 那么这样一个图形呢 我们就已经灰色完成了 好 第一个信封啊 灰色完成 这两个我们往下走一个像素 好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 第二个是一个日历的图标 对吧 基本形状呢 也是一个圆加矩形 然后这个上面 有一个圆 有一个圆加矩形 对吧 圆加矩形呢 有点类似于胶囊 然后右侧一样 那么下面呢 垫了一块蓝色 然后这边有个数字20 这块区域啊 它的角呢 被切掉了 我们呢 可能需要 用波尔运算 或者用蒙版 然后呢 把这一半给它去掉 对吧 给它填上一个黑色 好 我们把这个先编个组 比如说这是 信封 然后我们来换这第二个 基本形状 一样 是个圆加矩形 那么这个圆加活动呢 可能要比这个要稍微小一点 对吧 所以我们把半径呢 改为两个像素 大概的拖一个形状 好 移动下来 颜色洗一下 双击 吸一个灰色 然后上面这一块 有一个蓝色 对吧 我们可以给它绘制一个矩形 然后吸一个蓝色 我们呢 把它移动下位置 给它做一个简线蒙版 好 然后呢 上面呢 我们要给它绘一个圆形 和一个胶囊 我们可以先画一个圆形 好 然后呢 再绘制一个胶囊 胶囊的大小 这是一个胶囊 对吧 所以呢 我们可以把半径呢 改成G9 这样你无论怎么去绘制 它都是一个胶囊 无论这样 上下拖 左右拖 它都会形成一个胶囊 大小呢 自己控制一下 好 可以 然后把颜色改为白色 鞠个重 像这种情况 的话 我们可以把这个圆的大小 稍微缩放一下 变成八像 大家也没发现 它左右其实没有对称 对吧 可能是因为圆的这个 机有数的问题 它没有完全对称 好 这时候应该就可以了 然后两个选中 突然过来 下面这个颜色改的稍微深一点 可以了 如果说这个圆角矩形的大小 或者说长短不合适 对吧 我们可以呢 用小白工具 一定要注意啊 用小白工具选中锚点去移动它 千万不要Ctrl加T 因为你一旦Ctrl加T 它的圆角弧度会发生变化 好 复制一个 好 这个大家也没有注意 上面这个圆角矩形 对吧 我们只复制了上面这一圈圆 对吧 什么原因呢 因为我们刚刚是不是拿小白工具 选中了上面这三个点 然后给它移动位置了 对吧 所以呢 复制之前 最好是拿小黑 把这个路径线点一下 然后我们再去复制它 就可以了 把所有的锚点全部都选中 然后再复制 然后再往下打一个20 字体呢 我们就用这个字体吧 颜色改一下 稍微放大一点 如果说脚加粗 对吧 咱们这个地方 可以给它改为一个脚粗的字体 用正常模式吧 然后这边可以给它加个粗 好 这样差不多了 好 然后下面这个角把它切掉 怎么切呢 我们是要先找到这样一个 平常矩形 然后用 矩形工具 用矩形工具 然后这个地方选择 简区顶层形状 好 然后呢 先绘制一个正方形 这块被剪掉了对吧 然后呢 我们用小黑工具啊 把这个正方形给它选中啊 可以去移动它的位置 可以移动下器 把这个正方形旋转一个 45度 回撤 然后移动下位置就可以了 好 切掉了对吧 然后呢 我们再回来 就没了 然后这块区域 我们又给它补了一个 很小型对吧 是一个浅灰色 然后这个地方呢 有点像一个投影啊 是一个深灰色 好 还是一样啊 我们在这个上面 再绘制一个矩形 正方形 给它颜色呢 改善 浅灰色 注意啊 这个时候呢 是给它做了一个剪切蒙板 把这个正方形 剪切到这个 原型矩形里面去了 刚刚下面这个角呢 我们是用的波尔运算 把它切掉了 两个东西是不一样的 然后这个矩形做好之后呢 再复制一个对吧 横竹加钩啊 把这个矩形复制一下 简形模板进去 颜色改下 全灰色 然后呢 突然过来 跟着加T 旋转45度 确定 然后呢 把它放到 淺灰色的下面 好 移动一下位置就可以了 好 可以了 正好 对上了 好 第二图表呢 日历 我们已经做完了 编组 这个是日历图表 好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啊 这是一把锁 对吧 那么基本形状呢 一样啊 是个原型矩形 上面呢是两个胶囊 相切对吧 变成了这样一个 开锁的这样一个形状 中间呢是一个圆 和一个矩形 上面呢有两个色块啊 我们呢先绘制一个原型矩形 这个半径 给它改一下 四个相形 大小 咱们简单的画一个 拖拆过来 颜色呢 咱们随便洗一个 另外一半的颜色也是一样 用那个剪切萌板 把它剪切进去 画一个矩形 颜色 西一个另外一个颜色 一顿过来 做剪切萌板 差不多一半左右 上面这个呢是一个 胶囊 胶囊和胶囊 做了一个不耳于饭 胶囊的话 半径呢把它改到很大 它就是一个胶囊 这个大小呢 我们可以过来拖一个 正好 透明度呢 我们可以降低一点 这个时候啊 很多人会想 里面这个胶囊 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 Ctrl加勾 复制一个对吧 然后呢Ctrl加T 直接做缩放 是不是会等比的过来 但是如果你做缩放的话 大家也没发现 这个圆角弧度 它其实是发生变化的 所以这个时候啊 你要注意 里面这个胶囊 也是我们自己去绘制的 不是直接复制 然后 Ctrl加T的 可以了是吧 然后这个时候注意啊 我们现在是不是 见了两个图层 对吧 图层一 图层二 两个图层 如果说两个图层 做布尔运算 在 图层里面 有一个合并形状 然后这个里面 是对双图层 做布尔运算 我们用简区顶层形状 好 这个锁的形状呢 就绘制好了 把它移下来 用一个对齐 移动一下位置 正好可以被挡住 对吧 移到下面去 好可以 然后在下面再画一个 一个语言和一个矩形 颜色咱们先改一下 再挥制一个矩形 他俩做一个对齐 没居中对吧 因为这个圆呢 和这个矩形呢 可能偏差一个像素啊 所以呢 咱们可以把圆改大一点 改成12乘12 把这个锁把它锁上 12乘12 这样集中呢 应该就可以了 好 然后移动一下位置 可以了 那么这个锁呢 也就绘制完了 好 然后上面呢 有三条线段 基本形状呢 也是个云压矩 云压矩形 半径呢 咱们改一下 改成四个像素 确定 好 移动下来 颜色呢 咱们 细一下 咱们可以把这个斜角 先做了 还跟这边这个日历一样 对吧 斜角非常容易做 我们先用这个矩形工具 我们用单重层 剪去顶层形状 咱们先新建一个图层 然后再下载给它 绘制一个 用小黑工具把它选中 Ctrl加T 旋转45度 确定 然后把位置移动一下 一定要注意啊 这两边线的这个宽高 是一样的 好 然后呢 再 绘制一个形状 举行 颜色改一下 给它做一个简线模板 正好跟这个切脚 对上 然后下面继续 再复制一层 这个颜色呢 把它改成这个深色 把它置于前头的下面 然后Ctrl加T 翻转一下 翻转45度 确定 位置移动一下 好可以了 然后再往上 就是画三条横线 对吧 咱们可以用矩形画啊 也可以用直接工具画啊 这个地方咱们就直接用矩形画吧 大小 好 然后移动下来 颜色呢 改成白色的 可以呢 做一个集中 好 然后下面三根重复 对吧 我们可以用Ctrl加Alt加T 先建立一个复制规则 然后把这个线往下移 确定好位置之后 敲回车 然后呢 再三件加T 啊 往下重复复制两个 然后最后一个矩形块 对吧 咱们可以把这个 缩小一点啊 用小改工具 或者直接开转加T也可以 好 这样就回纸完了 这个我们位置拖的有点大 对吧 我们可以往上走点上去 好 可以的 最后一个图标 啊 我们先把这个编个组 这个是基石本 最后一个图标是定位图标 那么这个图标呢 它是三个圆对吧 外面一个大圆 然后把这个锚点下面这个锚点 对吧 我们把它往下拖 然后把它变成一个尖角对吧 然后中间呢 还有两个圆 基本形状啊 三个圆 颜色 细一下 我们先把中间两个圆呢 给它复制一下 跟着加勾 颜色 圆红色 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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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色加T 注意那个 基偶数啊 如果说两个圆 一个为基数 一个为偶数 它们就会左右不对称 好 再复制一个 颜色加T 把它变成白色 确定 然后现在就是把最下面这个圆 用小白工具 把下面这个锚点给它选中 然后往下拖就可以了是吧 但是拖完之后呢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地方的这个弧度是个圆角 对吧 我们需要把这个圆角把它改成这个直角 怎么改呢 我们是直接用钢笔工具下面这个转换点工具 直接点击这个锚点 它就会把这个控制手柄把它清掉 变成一个直角 好 那么这个图片呢 也就已经做完了 非常简单 这个是 定位图标 今天的课程呢 咱们就已经讲完了 这样五个图标 非常的简单 好 好